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乐团里面不单有异户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乐器 比如有琵琶 古增 笛子等等都有的 我们的宗旨是推广中国文化 希望大家可以更多认识 究竟什么叫中国民族乐器 以及究竟中国民族乐器可以带给大家有什么感觉 其实不单只可以有传统的音乐 其实我们都做很多不同的fusion 可能我们会邀请很多当地的作曲家 为我们去作曲 用中国民族乐器 去呈现了一种比较生命的音乐给大家看 好的 谢谢Valerie 那我们刚刚介绍完了中乐坛 我其实很好奇对你 你是什么时候来到加拿大多伦多的呢? 其实我来到加拿大有七八年 其实我来到加拿大一直都没有玩音乐 那是以前在国内玩二胡的吗? 是的 我以前在香港到音乐事务处学 我一直学了 从小时学了很久 也有参加过不同的中乐团 儿童中乐团 地区中乐团 直到有七年中乐团等等都有 当中国都有玩过不同的校制音乐比赛 以及一些音乐营 也都去中国交流等等都有 当我过来读书 工作之后 最近这几年就开始看看 看看究竟我们加拿大有什么的中乐团 发现原来有多伦多中乐团 最后我就参加了 然后就一直管到现在了 好的 谢谢Valerie 那作为这个比较专业的 谈二胡的二胡手 能不能给我们电视相观众朋友 包括我这个不了解二胡的行外人 介绍一下二胡呢? 可以 其实呢 二胡一家乐器就是 对于很多电影 可能电视剧大家都会听过的 那用中国团的角度来看 其实二胡是一种弦乐 当中也会有高胡、中胡 还有我身上的二胡 那它们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它们的音色上面有些不同 那高胡就比较高音一点 二胡就是在中间的 那中胡就会比较低层一点的音色 那我可以简单拉一两句声 对对对对 给大家看一下究竟二胡是什么声 那二胡呢? 其实很多人的印象都觉得 是比较很阴沉 很凄凉的感觉 对 但其实这个乐器有很多不同的元素 那我可以首先表达二胡的温柔面 给大家看一下 好冷 嗯 真的是很温柔 有一个岁月静好的这种感觉 对 这首歌就是很典型的周杰伦的《菊花台》 那另一首歌呢 就是比较是可以比较 比较红壮和威风的一面 也就是比较紧的 那一首呢 就是二胡很典型的作品 曹玛来的 那整首歌都是讲述 柠个马 在草原上慢慢崩腾的感觉 那另一样二胡特色的事 就是比其他乐器或者坦博乐器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滑音 而滑音的表达其实可以给大家的感觉 比较活泼和生动 让我试一首吧 这首就是《龙羊周小调》 就是仪会其中一首比较传统的 可以用很多滑音去表达一首的乐曲 就只给我们准备了三首 没有啦 我们听得还没有一言未敌的 再给我们拉一小段呗 拉一小段就 就是继续拉高发台吧 再拉一段 对 好 很好很好 其实 Valerie我很想问一下你啊 因为很多在这边的孩子或者说因为在西方嘛 都会想说学钢琴啊或者说小提琴啊 这种比较西方的乐器 可是你是怎么会想到继续把你的二胡给剪起来的呢 其实这个经历都比较有趣 因为当我去参加这个音乐师傅处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政府的机构 其实你会当你选择乐器的时候 你有志愿 可能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 但是最后的决定权都在当地的老师里面 他的面试有不同的面试 首先呢 你就要给他一些手指去看 然后看看你的嘴 然后之后有唱的考试 比如说他用钢琴弹一些音出来的时候 你就要唱出来 然后还有拍子等等的 那最后呢 就老师选择了我做拉尔胡的 那他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觉得我的手指比较短和肥 所以呢 其实这个乐器呢 就是你的手指就不需要太长 而且有肉就会比较好一点 其实我觉得所有的音乐都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你喜欢音乐 那所有的乐器其实对你也是差不多的 你都能在其中 我刚刚看你很投入的台 那种心情啊真的是非常的美好 那我听说你们那个中乐团 好像有在招人 那我相信肯定还有很多和你一样 喜欢这个中国古典乐器的人 是啊 那我们中国团体 其实一直都有很想去传承给下一代 因为这件始终是一个很珍贵的 中国民族的精髓 那我们其实中乐团有不同的乐团 有青士园中乐团 多伦多室乐乐团 还有小区中乐团 还有我参加的多伦多中乐团 那它的范围是包括了不同的年纪 比如说小到可能你小学啊中学啊 我们都会有一个platform 给大家去玩音乐的 那年纪其实不分上限 你直到可能五十几岁 六十几岁 十几岁 只要你对音乐 是有草藝 有热性的呢 我们都很欢迎大家去参加 我们中乐团的 所以说是不是有老师会去教学生 如果他觉得他弹得不够好的话 是的 那我们有个别的乐器 都会有老师去教的 那譬如说乙户 我们中乐团里面 都有几个老师去教乙户的 那Dex都有 琵琶都有 好的 谢谢 那我听说这个中乐团 其实是一个非营利机构 是大家自发组织的 那有的时候资金上面 会不会有一些困难 是的 那其实我们中乐团 是一个非贸易的组织 其实我们很努力去找一帮很有热心的人 去帮我们去筹集资金 以至去怎么去做Marketing 可以令到我们用自负型规 都可以将中乐团搞得更加好的 其实那些资金不单只要用来去租场地 添置新乐器 就算去怎么去宣传 都是我们都需要经费的 那我们一直都很想去呼吁大家 多多支持我们多人多中乐团 不单只在资金上面 其实所有各方面 我们都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那只要你可能来参观我们 或者去听我们的演出 其实我们已经很感恩的了 好的 谢谢 那我听说 你们最近好像在12月份 有一个音乐会 那能不能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这个音乐会 还有有哪些组成部分呢 好 那就简单 就趁这个机会宣传一下我们12月的音乐会 那我们12月音乐会 就是12月1号 就有一个小型音乐会 那其实我们 我们的音乐团每一年都有两个不同的音乐会 这个其中一个 那其实今次的主题呢 就是围绕着用音乐带给大家一个新的旅程 而这个旅程呢 可能会令到你去发现一些的 带你去围绕着不同的山幽啊 山清水秀的地方啊 用音乐去感受一下 其实你不需要去买 机票你都可以去旅行的 这样 好的 谢谢Valerie 那在节目的最后 有没有什么想对电视之前的观众朋友们说的 好的 谢谢Valerie 谢谢电视节目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是对这个音乐感兴趣 或者说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啊 查看刚刚Valerie说的网址加入他们的中乐团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大家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